2014年艺术品秋拍即将开始 市场将有哪些关注热点和变化趋势 有人说比如说这个说这个收藏这个水啊 这池子啊太深太浓 也是有道理的 这么多人都在这里想摸到好东西真东西 艺术品市场良有不齐 拍卖市场赝品横行 投资者何时告别物理看话 仿着一张画像一般东西 一般像成本没有一两千个钱 但进了拍卖就是按几万几十万来卖了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 非常暴躁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 在东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最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报仍然是最重要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艺术品市场 宝丽加德首轮秋季拍卖 2014年都将在10月初在香港地区开始 那么经过了2011年的大规模收缩 2012年的沉寂 2013年的重整 不少人都将2014年视为艺术品市场新周期的一个起点 但是前一段时间市场表现却有些平淡 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在急速发展当中积累的种种矛盾会如何消化呢 市场将会有哪些关注的热点和变化趋势呢 今天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今年的春拍情况 作为国际拍场 历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一直被续为业内的通向雕 2014年的苏富比春拍创造出了多个让人惊富的数字 惊叹的奇迹 4月5号 苏富比现当代亚洲艺术业厂开卖中 张小刚的血缘大家庭3号 以8300万港元落锤 刷新了2011年生生息息之爱的7906万港元的开卖记录 4月7号 苏富比香港中国书画专厂也交出了将近4亿港元的佳记 近乎83%的拍片已超越高估价成交 一场场近拍不断刷新的新的密集记录 4月8号 这一天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集拍卖 则把2014年春拍的温度推向前锋 130万港元 谢谢 无论是会场频频落锤的过亿拍品 还是成交价一路走高的中国当代书画 媒体开始纷纷近乎 2014年又会是一个艺术品市场的火爆之年吗 过去艺术品是用来欣赏和收藏的 而现在它的属性正在发生变化 整个市场也显得更为复杂 网络安全同待 网络生活共享 好 那您 虽说自己已经不再主持收藏节目了 但踏进汪刚工作室的访客 十有八九都跟艺术品有关 主持了几年艺术品收藏节目的王刚 也算是个圈内人 朋友圈里认识的不认识的 都想托人找关系 让他给自己收藏的宝贝 鉴定一下 原来我挺感兴趣 因为有这种情况 第一觉得满足自己的小虚荣 人家居然信得过我 挺好 可是到这一发过了 反正绝大部分都不对 他有的是求你给一个做个鉴定 后来我慢慢品出来了 其实大部分或者是很大一部分 是在向我推销 对于文物古董 王刚是打心眼里喜欢 对于每件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他也都会仔细研究 古时候研习书画 是每个读书人的必备功课 收藏艺术品 更是被文人默克 誉为风雅之势 比如说和声 可以说是个除了皇帝 帝王家以外 最大的收藏家 他们当年也都是 到榴梨厂 里边有个更衣间 把官服一脱 换上便衣 老板给沏上茶 坐在那里 一件一件的拿 什么好东西 王刚发现在中国古代 赏完古玩的多为文人观客 后来陆续出现一些有钱的商人 明朝末期 一夜暴富的盐商们 也以购买书画古玩来标榜品位 由于富豪们也开始喜欢收藏 书画古董的价格水涨船高 当时 王羲之米福淮宿的书画 价格往往在千两白银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两千两 相当于晚明一个普通家庭 一百年的全部收入 虽然当时的人们 以至千金为名作 但都还是为了收藏 而如今的艺术品市场 在王刚眼里 已经不再是古时的模样了 新来者不断加入 原来的一池清水 也开始不平静了 有人说 比如说收藏这个水 这池子太深太浑 也是有道理的 这么多人都在里想 某个好东西真东西 古代艺术品 它是不能再生的 从近几十年出土 都是不能交易的 那么传世里这么多东西 原来可能就是十几万人全国 现在变成了千万人 东西没有增长 有可能只会减少 因为有损毁 是不是 流失 那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 人多了 东西没多 甚至少了 这是位于北京潘家园的一家古湾城 一大早店铺还没开门 门外就排起了长城的队 我一直看这个一锤定音吧 但是一直没没 它没在鉴定的时候很少 我一打电话问了 他说可以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一锤定音节目组 今天要在这里 对能够进入现场物质的藏品 进行最后的筛选 接到栏目组的通知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藏者们 一大早就赶过来 有的证据刚下火车就直奔这里 生怕耽误了时间 一锤定音是财经频道 创办的艺术品投资的节目 收拾一直很火 为了让进入节目录制环节的 每件艺术品有质量保证 每个月栏目组都会在北京 举办一次这样的健保大会 我们这个平台呢 因为是国家电视台 我们起码要保证 我们这个增加的成为性 使用它的公正性 所以呢来参加我们这个 建议会的人特别多 每一次来这参加建议会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 每一次都有两百多人 两三百人 记者跟这些排队的人聊了聊发现 不少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参加节目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央电视台找来的专家 给他们的藏品看看真价 估个价钱 就是原来是市场上瘦的 有的是 有的是那 在早前就做生意比赞了 一个瓶子一个瓦 从默默无闻到身价上万 这种情形在收藏健保类节目中不断出现 投资艺术品成了不少普通人梦想 一夜暴富的机会 人们在艺术品市场寻找投资机会 无可厚非 但是更多的人总是抱着简陋的心态 到头来落得个失财有失意 现在我们来看欧洲艺术基金会 最新发布的一份市场报告 在这个报告当中 他就说中国连续两年 蝉联了全球艺术品交易的第二位 占全球艺术品市场份额的24% 那么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大的 这些年我们中国经济在发展 那么关注艺术品市场的投资的人 也越来越多 但是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目前我们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现状 一方面是人们须之若鹜 日趋火热 而另外一方面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真正懂行的人还比较少 这个市场的乱象也越来越多 甚至在拍卖会上 也不乏有赝品和房品的声音 胡志勇出身陶瓷世家 逐渐从陶瓷工艺学 古器物学 陶瓷考古实践 科技鉴定中 形成了自身的鉴定心得和理论 积身为国内一流鉴定专家之列 他告诉我们 艺术品投资近几年发展迅速 而新兴的陶瓷投资 越来越引发市场热捧 今年秋季一个城华的关瑶碗就1.5个亿 一对雍正的盘子就过了三千多万 三千八百万 纵览近年来 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业绩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瓷器拍卖 从2005年创下当年中国艺术品世界拍卖记录的原青花 鬼谷子下山图辞贯 到2011年春拍拍出2.24亿元的明青花 海水白龙纹扁平 都能让人感受到瓷器拍卖市场的火热 胡志勇告诉记者 艳品过多是陶瓷投资行业最大的问题 去参加园就是90%的艳品 10%的真品 所以你只要说在那里 你当个鉴定家 只要说假 你就答对90分 不仅仅是股玩市场 现在很多拍卖会上也是艳品当道 文物不能再生资源 谁都知道 但公司又在富商攀底 各么多拍卖公司 那只有艳品最多 艳品当道 我听他们说 现在有的整场拍卖会 没有一个是真品的 那个是很小的公司 那确实是这个情况 陶瓷投资市场充斥着如此多的假货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拍卖法这条是不保证的 拍卖法颁布不保证以后 中国市场是越走越乱了 以前拍拍厂可能说只有20%的假 10%的假 现在因为不保证那个业务也就是 反正是不保证没责任吧 那就是市场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发来 法律上的一刀切 使得陶瓷市场鱼木混珠的现象更为严重 那么对于一些陶瓷发烧友 投资商来说 如何才能避免上当受骗呢 他心态应该很正确 不要去盲目的去追寻一些重量级 感觉又是这个东西 这件官窑是很珍贵的 他妄想的就是十几万 明明是一千万的东西 人家一说说十几万就买到了 这种简陋的故事是不大可能的 已经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黄志勇表示 如果投资商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一进来就抱着简陋的心态 那必摔跤无遗 此外在这个市场上 不要轻信于证书 因为真东西往往能不愿开真书 往往是艳品愿意开真书 刘洋从古董业高价炒高 然后再卖给中国 那这是海外的操作手法 作为常家应该非常的小心 这一输 输的不是几书外 一输都是过亿 牟建平是艺术市场评论家 因在国内一直致力于书画的鉴赏打奖 有书画界打奖第一人的称号 在他的打奖生涯中 最大数额的案例 还要说到2011年的春拍 布建平是国内著名的最大的海外公司 成标了一张七拍石的叫松柏高地图 它是中间的一个松阴族 两边是一个七拍石的 就是写寿连 叫人生长寿天下太平 在内子春拍上 虽然牟建平早有看涨的预期 但这幅作品拍出的天价 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创了一个近这些年的中国书画的一个最高的天价 4.25亿 牟建平在现场把松柏高地图看多遍 发现从画的笔墨 提示书法 特别是构图方面都与齐白石的出入很大 关键是我如果到现场看了以后 从他的提款的书法到这个画的本身 包括这个构图跟齐白石的真迹还是有距离的 随后 牟建平发表了齐白石松柏高地图为赢品的评论 正是有了专家们的质疑 这幅天价书画最终没有能在当年的拍卖会成交 近年拍卖场上 齐白石等名家的作品行情上涨迅猛 伴随而来的就是新一波的造假高潮 书画市场的28现象 就是说只有两成20%是真迹 那个80%都是艳品 通过牟建平的调研 特别是进入2009年以后 整个国内艺术品由从前的收藏为主 转为以投资和投机为主 因此大量艳品被新入场的投资新人揭了盘 很多当代画作也成了粗制滥造的造假对象 范增啊 这些包括启功啊 近百年的这个近现代的是基本上8%90%都是艳品 在书画打假的十多年中 牟建平的足迹遍布北京 山东 河南 江苏等地 他发现各个地域都会以地方流派为主流 形成质甲链条 主要你这个地区出了名家 他就有大量的人在仿制 当然高仿 中仿就进了拍卖了 剩下一些稍低点的就进画廊了 这利润高吗 当然高了 仿制一张画像一般东西 一般像成本没有一两千块钱 但是进了拍卖就是按几万几十万来卖了 像好一点的 像房的徐维红 七百十 基本上有些能卖三百万五百万 以北京市场为例 在一些不知名的拍卖会上 拍品几乎全是从潘家园 刘立场等地 第一价收进来的赝品 这些赝品净价极低 但已经拍出往往都有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暴利 由此而来 造假者会依照这个程序 类似的赝品会陆续面试 不知真假的收藏者则被坑蒙拐骗 谋取了暴利 书画今年比如说成交了几十亿 要按百分之五十的话 少算的话 那有几十亿 就是说二三十亿 三四十亿 都是就流入了那种造假者 犯假者的腰包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 艺术品市场有造假的现象 但是打假专业人士的说法 还是令大家非常的吃惊 造假 假拍 鉴定缺失 为什么能够到这样的程度 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又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呢 这种情况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 接下来是广告广告之后呢 我们详细聊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和艺术品市场日益混乱的现象相对应的是 这个市场前所未有的火爆 规模日益扩大的市场 期待一个完善成熟的艺术品市场机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新进入的主体和形式越来越多元化 为艺术品市场本身带来新的价值和机会 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史国梁他告诉记者 近两年拍卖上亿的字画就多达数十幅 黄昼的作品也首次破译 但即使是黄昼的学生自己老师的画作 史国梁也觉得追捧的热度超出了想象 不仅仅是书画市场的十五排卖 在证券市场上 书画股也是涨势汹涌 在澳门文教中心上市的书画股东方派来 从2013年12月13号到12月20号 短短一周时间上涨了160% 画家郭泰来就参与了这支股票的发行 现在可能一平尺 这个一万 可能将来一平尺 十万二十万 他是在看得见的 就是没有这个股票的运作 没有这个金融市场操作 实际上他也在足不得在增长 也在足不得增长 英国人高诺敦刚刚就任纽约加士德副主席 自从1997年加入加士德以来 他一直在伦敦和纽约工作 但2014年 中国艺术品的火热 让他和这些印象派名作一起 出现在了中国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 让高诺敦看到了新的市场 新的机会 很显然 看好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不只是高诺敦 我还要特别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特别珍贵的嘉宾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朋友们 威廉姆梵高 是画家梵高的曾直孙 是梵高所有画作的继承人 4月下旬 他和梵高博物馆馆长一起 开始了他们三天的中国行 参加拍卖预展论坛各种拜访 从排的满满的行程中 可以看出 他们想更多的了解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 在北京设宴 招待200位邀请来的贵宾 这是梵高博物馆 中国型的重头戏 看上去文艺范儿十足的一场宴会 实际上要做的是 推销梵高博物馆 在全球同步发售的 梵高五幅名作的复制品 这一次梵高博物馆 为中国留了十套 而第一套 在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二天 就已出售 2012年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的版画 几乎在一万元左右 毕加索的版画 也不过十万元 到了今天 当代油画家的版画 已经涨到了五到十万元不等 不少页面人士表示 这一次梵高博物馆的中国之行 很可能会推动 中国版画市场的价格 令其又成为一个 新的艺术投资品 成熟的艺术品市场机制 能够开决出更多的艺术新价值 这一点张芳村感触颇深 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张芳村 成长在艺术世家 五岁开始学习绘画 几十年的油画历练 已经让他的人物肖像 在业内堪称翘楚 不过他依然在寻求艺术上 有更多的创新和表达 眼前的这一幅幅色彩斑斓 构图奇特的抽象画 就是张芳村创造的一种 全新的绘画方式 BZ艺术 BZ来源于著名的化学震荡反应 这种反应能够让融剂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不断变换出色彩斑斓 样式奇异的波纹 利用这种反应 张芳村将三原色颜料 稀释到可发生反应的程度 然后再浇到空白画布上 自然生成出这种 有着独特视觉效果的艺术画作 我的绘画BZ的艺术 就是不是画的表面 画个苹果 画个葡萄 一看就是葡萄苹果 不是画葡萄和苹果的本质 组成画葡萄和苹果的本质是什么 是它的原子分子 组成大全世界的 王明明从事艺术品市场推广工作 因为有着将普通的拖鞋 开发成奢侈品的传奇经历 在台湾 他也被同行称作拖鞋公主 对艺术品市场 有着敏锐嗅觉的王明明认为 张芳村开创的这种绘画方式和风格 很可能是未来市场上稀缺的 极具价值的新艺术品 我们希望经由V老师这样子的产品的一个研发 我们由中国走向全世界 也让世界各地的人看到我们中国人 有发明这样子的艺术文化 而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荐作品 开决新艺术品的潜在价值 在国际市场这已经是通行的作法 对于张芳村来说 他只需潜心作画 市场的事情王明明一人就包办了 而在王明明看来 目前内地艺术品市场 艺术家和市场的割裂状况 台湾也都曾经历过 早期在十年二十年前 其实台湾的情况呢 就跟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 因为呢生活富足了 人们在精神上的领域呢 最终的更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香港台湾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 先比车后比房再比墙 就是看谁家墙上挂的画号 这样一个过程 王明明认为 这艺术品市场目前依然处于 刚刚有意识开始比墙的阶段 而这一时期 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好作品 还急需成熟的市场服务能力 所有的评论家都告诉我们 未来的十年可以成为首富的行业 是文创还有金融 所以文创呢 它在艺术跟经济的价值是很高的 和王明明有着同样感触的 还有温贵华 位于北京的苏福比总部会议室里 各项准备工作正等待温贵华来做最后的决定 在文物行当闯荡了四十多年的温贵华 去年来到这家已经有着百年历史的国际大型拍卖公司 这里对市场的服务意识几乎贯穿到每一个工作环节里 今年香港春拍上的一个细节就深深触动了它 刚刚苏比在香港四月份排卖的 这本书里就一件作品 我拿到这本书以后 因为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我也读了一下这本书 从设计到它的排版 到它那个颜色的搭配 所有人看了以后不但舒服 而且觉得特别的专业 你不太了解这件作品 你会通过读完这本书 你可以了解它所有的传承 而且它这本书里是三种语言 就是前面所有的文字介绍的三种语言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日文 这是温贵华入职苏富比中国之后的第二次大型拍卖 从知识产权的落实到图册的印刷 甚至是中英文翻译的位置 拍卖会上所有的细节都需要它谨慎落实 它比如说作品之后它要是陈列要挂 就哪件作品挂在什么位置 灯光怎么打 你这个是细节的 你如果灯光它可能不中文细节的话 它可能对作品的这个有影响 这些细致的服务在舒服比 都有着严格的制度来把控 它的在规方化管理方面 在分工方面 在这个专业性方面 而且在所有的这个出版查找方面 可能更加细致 更加完善 对艺术品价值的看重 不仅体现在拍卖价格上 更融入在成熟的市场服务体系里 在这里只有真正理解了艺术品的内在价值 每一盏灯的投射角度才能够更加准确 每一个展柜的设计才能更好地衬托艺术之美 已经对艺术品拍卖 有了更多认识的温贵华 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国内艺术品市场 能够引入更多成熟的市场理念 让市场变得更加健康 投资艺术品对于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起步晚 但是发展却非常快 不过现在交易体系健全完善 明显还赶不上市场发展的速度 那么市场规则不明确 保障投资者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 因此各种市场乱象也就层出不穷 现在艺术品投资市场最需要的 其实并不是节节攀升的拍卖的价格 更重要的是市场的良性运转的制度和法规 同时还有参与市场各方的成绩与保障 同时作为消费者来说 艺术品投资它需要为了投资回报 同时它也是为了爱好 陶冶 情操等等 这一点也需要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投资者好好思量 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我们再见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